两名少女头戴安全帽 手上再拿一个安全帽 狂K求饶少女 人都被压倒在地 两个少女还不罢手 终于有人冲进来制止 打成这样 什么深仇大恨 20名青少年 有男有女骑机车聚集 原来两名少女网路上互呛 双方人马10月28号晚间相约谈判 双方人马当天相约谈判 其中一派人就在五谷工商 立体停车场集合 但是另外一派人还没到 就传出又发生杂车事件 黑色车辆家族油门 没刹车直直冲撞 吓坏其欧里的人 扼煞随即下车 拿棍棒狂砸 敲击声此起彼落 车子被砸到玻璃碎裂 现场还发现整批棍棒西瓜刀 但尴尬的是 原来对方人马还没到 扼煞们杂错对象 双方在网路上发生口角纠纷 相约谈判 造成后续的事端 双方相约谈判像在打游击 打人这方先在停车场集合 而被打少女的无姓男友 想帮女友出气 结果却误认对象砸错车 这时被打的少女漏单 遭人堵到 当场被打人的姐妹党狂殴 警方到场逮人 以少年事件维护法送办 而被打少女遭到指控 疑似勾引对方男友 双方才因此约谈判 但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年轻孩子的夸张举动 恐怕也让大人们 忍不住摇头 记者将为王云竹 新北市采访报道